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都怪你们大厦 连备用的通讯设备都没有 就是啊 谁会想到这个时候 会受伤爆发 你们别吵了 现在争这些干什么 再坚持一会儿 会有对我来救援的 真是的 这种时候还在争论这种事情 姐姐 姐姐 我们会得救吗 放心吧 我们会没事的 相信姐姐吧 糟了 快 野户人群吹吹 快 这下麻烦了 哭了 少群包围了 只会拼死突围了 不 姑娘 危险 这是苏仲夏的军夫克制弩弩 只有初级战将才能一次性操控这么多只特制弩弩 能操控这么多功努的 只有一个人 能操控这么多功努的 只有一个人 没错 那就是 做坟 做坟 抱歉 大伙 我们来晚了 兄弟们 全面开心 慢动 是 这场是有仇潮 是时候该结束了 大家有需撤退啊 注意安全 姐姐 谢谢你 再见啦 嗯 再见 太好了 大家得救了 得救了 我这个小鲜肉 差点就要丧生在售口呢 你算什么小鲜肉 怕不是一个小猪仔 樊哥 看我这次 怎么了嘛 队长 奇怪 为什么是军部的救援队来了 又该是我们邀兵工会的救援队 队长 你看 左先生 收到你的救援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 多谢你们 救援民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 相比之下 左先生所做出的贡献 才让人敬佩 过奖了 我没看错吧 这可是一名上校 对待樊哥就像对待长官一样 丁司令让我带个话 等社朝退去 相亲左先生到司令那里去 好的 劳烦上校通告了 丁司令 那可是咱们精灵室的第一强者 怎么了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樊哥 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你想着干什么 快放开我 我就去哪儿 奇怪 老蛋 快 撒 喂 你没事吧 樊哥 小子 我没事 就是 樊哥 疲倦 樊哥 樊哥 好晕啊 谁 楠姐 你 能不能把仪表整理一下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刷好衣服 出来再说 没想到 我已经昏迷三天了呀 是啊 应该是服用太多的医保 再加上连番作战 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 好像是战神系统开启的保护机制 并且这三天 属性又提升了不少 是剩下一宝吸收的缘故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精灵电视台新闻频道 助前方记者报道 室内怪兽基本清理完毕 并且 在本次遇难名单中 精灵李家全员遇难 我们对此深表哀悼 相关失踪人员的搜查 什么 李家可是这次受潮的元凶之一 会归到遇难名单中 开什么玩笑 而且此次受潮的缘由 都是归结为 羽游山怪兽群的暴动 这是高层的命令 现在你明白 被冤的敌人多强大了吧 父亲的冤情 是这些江湖一手促成吗 出去发生的 一条独立 小独立 小独立 羽游山怪兽群的 离给家人 连快乐 三条独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